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現在我在休息室 跟大家一起做DSE數學的題目 大家一點都不會孤獨 有我陪著你們 今天我跟大家講的課題 就是講 不等式 不等式 就是 A不等於B 不止的 可以有大一個 小一個,大一個等於 小一個等於 就去做一些題目 找它的範圍 看看它們之間的關係 好了,我們現在開始做第一題 先調整 好了,平均一點 好,第一題2x-1 大一個 4x加2y加5 第一部分 我們會怎樣去找 找回它的 subject 它主要的對象 想看什麼 易話不說 即時就看答案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別人說明對象 是看x的 對不對? 說明要看x 我們就專注 把x成為我們的對象 好,去到這個位置 然後呢 我們把x 成為我們的對象 就調過去 就是2x-4x 調過去 這裡就寫回2y加5 這裡就寫回 加1, sorry 跳得好快 加1 那麼呢 下一步 就會寫成為-2x 2y加6 好了,去到這一步 因為它是負2 我們調過去的時候 我們知道線性的關係 好 我寫在右手邊 我們知道線性的關係 這裡是0 我們說左手邊是正 右手邊是負 那麼呢 當這個負2 調過去 由左手邊 調到右手邊 這個位置 就會變成負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數 除回負2 會是負數 所以 這個大個的符號 會反過來 變成小個 因為它由正 拋到負那邊 所以在這裡寫回 這個時候就會是2y加6 除回負2 這個就寫回x 所以x是什麼呢 就是小個 負y減3 好 有沒有這個答案呢 咦,有啊 還不是d 好 解決了第一題 第二題 我應該在拆一點 因為不夠位 好了 同學想看回答案的話 你可以按回replay 好了 第二題是什麼呢 就會是3 減 呢 先拆完 先拆完 好了 第二題呢 就是3 小個3 減2 x 除回7 對 又小個5 那 我們呢 又是要找個range 所以呢 兩方面呢 都要乘回7 3減2x 5乘回7 好了 這邊就是21 3減2x 這邊是35 把3 調去左右兩邊 負2x 這邊呢 就會是什麼呢 35減3 32 好了 21減3 18 到這一步了 同樣步驟 又是啦 有個負2 本來是正的位置 拋了去負那邊 是不是 所以呢 墊嘴條會反轉 負2 這裡變成9 是負9 sorry x 這裡是負多少 負16 對了 懂得答 有沒有這個答案呢 咦 又讓我找得到 這個 看一下 再看多一次 負9 x 對了 還不是c 對了 又做到一條數了 好 然後第三條 他說 abcd 都是一個real numbers 對了 real numbers 是什麼呢 什麼叫real呢 真實 對嗎 1 2 3 4 1 2 3 4 1 1 2 3 4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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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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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A B C D AC BD 又對嗎 D B B C C D D A C C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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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現在先設定了,好,開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写下这四个重点 看到这些题目 你要make use of negative number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人家问你大还是小 你知不知道正负好会有很大的影响 譬如负二是大于负三 但负三是大于负二 所以不要看数字这么简单 看看方向如何走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就是我们要知道负负是会得正的 你不要以为我说妈妈是女人这么废话 但这个真的很有用 有些同学真的不懂得负负 第三个同样道理 负 over 负数 都是会出个正数 负负的 因为看到了 第三部分就是说分子负负的问题 第四个 证明那样东西是错 证明 是错 好了 这样就OK了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证明你的数字 100次都没用 只要有一个是错 那就已经fail 已经玩完了 所以掌握这四个重点 这条数字很简单 搞定 好 让我退上去 这些又拆掉 这些空间限制没有解 同样要等我一会 现在9分钟 一条片我限制15分钟要搞定 等我一会 好了 第一个是A 大过B 如果是A大过B 我们这次试试代 A等于负2 B等于负3 带上去 A2等于4 是小过9 等于B2 很明显第一条 那个statement是错 好了 我们再去 第二个是说些什么 A加B 会不会大过2B呢 OK 我们这次又试试代 如果陪下来 我没事看错 A大过B C大过D 那AC会不会大过B 那很明显 我们试试 A等于1 B等于负2 C等于3 D等于负4 好,我們一代下去會出些什麼呢? ACBD AC 就會等於3 BD 會等於8 很明顯 就是AC 是會小過BD 所以第二條的Stamen 都是錯 好,我們再去 今次又再問了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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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大於BC 看看 AD是大於BC 我們今次試用這些數字,看看會不會一樣呢? A over B 就會等於4 over-1 另一邊,C over D A over B 就等於5 over 6 好明顯 就是這個數字大於左邊的那個 所以第3個Stamen 都是錯 滿足不到我們條件 所以 所以呢 去回題目那裏 我們就會知道 是None of the above 好同學,能否得到? 好快就做了一題了 好 今次我們試試第4條即刻做 好了 現在告訴我們 A是大於B 那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ment Must be true 好了 哪一條題目一定是為止真的呢? 好了 那4個重點 用個負數的話 我們知道 A square 大於B square 這個是錯的 譬如我們今次代 A 等於負2 B 等於負3 A是大於B 但出來是什麼? 4是小於9 所以第1個是錯 好了,到第2個了 我們呢 今次又代回同樣 的數 這次我們代是負2 減3 等於5 即是這個AB 代回這個 是 會大於2乘以負3 是不是 這個等於負6 OK 所以第2個是對的 好了,到第3個了 A等於A over B 那就是負2 over負3 是等於2 over負3 但它是小於1 所以這個是錯 剩下2是對的 所以是A 好,同學會否得到 十分之簡單 好 我們今次試做第5題 等於負2 A大於B,大於C,大於D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true 又是問這些問題 好 我們今次可以怎樣代下去呢 我們用回題目所given的就是 A加C 這樣 會大於 B 加C 為什麼 因為它說明了A是大於B的 然後我們再做一步 會大於B加D 因為C是大於D 是不是自然答案就出來了 這2個 所以1就是正確的 好了,我們再去 第二個是 A減D 那這個會怎樣做呢 是不是可以 減下去 這樣做下去 其實又不行的 這樣做你會做得很浪費的 我們應該用回 A加C 大於B加D 這個所given的東西去做 會怎樣做呢 就是A加C 減C 大於B加D 減C OK 然後這個就剩下A 就會大於B加D 減C A減D 把D 調到左手邊 就會出了B加D 減C 減C 加D 然後呢 A減D 大於B減C